为了鼓励孩子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淡水区淡水国小是规划了情绪教育主题书展 校方是设计了一系列的闯关活动 包括了情绪秘籍、心情便利贴等等 让所有的孩子有机会练习察觉自己的情绪 新北市淡水区淡水国小教务处与图书馆志工 精心规划了情绪教育主题书展一起来Cue你 希望学生们与老师一起来控制情绪脑 成为情绪的主人 校方设计了一系列的闯关活动 包括了情绪秘籍、心情便利贴 搭情绪塔的公共艺术创作等等 并且协同故事志工到班上说故事 让所有的孩子有机会练习到察觉自己的情绪 我们希望孩子成为情绪的主人 他可以管控自己的情绪 希望他们更认知自己 也会有生气、也会有害怕 开心快乐的时候 那当很快乐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开心地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情感 那当然在生气、害怕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处理自己 这样的惊恐、害怕的一个情绪 我想透过一起来Cue你 我们希望小孩子都能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学习到管控自己的情绪 校长表示 孩子不只是在面对本身的情绪之外 还可以推测情绪背后的事件 学习面对情绪 找到解决的方法 为了鼓励孩子成为自己的情绪主人 图书馆还准备了情绪电影院 入场券的抽奖活动 每一个孩子在老师及志工的指导下 专注的填写答案 翻阅书籍、创作艺术 进一步也让孩子坦然的 面对多样貌的情绪 用筷子来叠那个情绪的塔 我自己已经有操作过 真的非常疗愈 它就是那个筷子 它会有颜色的分别 那颜色 每种颜色都有代表一种情绪 那你可以依照你的情绪 去选择你要的颜色 然后去搭建你的一个情绪塔 那当你情绪塔搭建完以后 你很多的一个 比如说你的害怕 或者是你生气、愤怒 渐渐的真的会随之消失 学生在书展期间 都兴致勃勃缤纷的色彩 布满了整个展场 过去情绪教育 一直在正式课程中被忽略 但是情绪管理却是 未来非常关键的能力 但是国小这几年 全力推展情绪教育 从老师与志工家长 进行研习与读书会开始 为课程及活动来做准备 教导孩子重视自己的情绪 理性的思考与沟通 记者许端一 对设计再忙不到 感谢观看